这些是完全做不到事 但如果他的眼睛是这样的时候 再加上他的嘴是含的 不打开的 即是说他这个人的冲劲是很足够的 绝对是足够一个冲击能力 他做任何的事都会直去 嗯 那师傅 我说起眼睛 很有趣的 我看到有些人的眼睛是正常 我不知道怎样去说准则 即是什么叫适当的位置 有些人的眼睛是开一点 有些人的眼睛又迷一点 有没有说一些特别的原因 你这个问题真的相当好 是吗 这个问题亦是相当高深 嗯 如果我答你 是 你的心脏病 你会不会觉得是很特别呢 这个题目 是吗 我们的眼珠拉下来 跟我们的眼角 嘴角 一条平衡呢 是 你的心脏是正常多了 是 如果我们的眼珠拉下来 如果嘴角 不去到你两个眼珠的位置 也就是说代表你很容易身体 健康机能出现问题 就是你的心脏病 哇 这个问题很特别呢 听到都害怕 是啊 所以我们要判是怎样呢 是他面部的轮廓是多大 然后呢 才会集中他在中间里面 去平均分类那个五官 是 眼的口鼻 是的 当然 如果普通一个人 两个眼睛 登了出来 就像怪物一样 是 对吧 是 那些怪物 收到来的 又是一样的 那就是说 我们看 究竟这位 人士的五官 是不是很正常 是的 这是他讲的